新年快樂,大家一起吃什麼? 不如打火鍋吧,好嗎? 打火鍋?沒有打火鍋,很危險的 會著火,會失血管,很危險的,沒有打火鍋 你說得對呀,Gan,我就沒有心情打火鍋了 唉,田蔭蔭,田蔭蔭,我真的很醜 不要這麼醜,大家一起打火鍋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而且打火鍋有很多食物,真的未出發先領分 阿樂,你吃來吃去都是一百元飲食那些 蘿蔔有渣,豬皮一夾就散,魚蛋沒有魚味 那些豬太醬還有糞便,我不吃呀 夠了,吃吃吃,什麼都不好吃 阿松,不要這麼醜,一定要飽乾 不如這樣吧,大家有商有量,我們坐下來慢慢聊一下,好嗎? 你有壓力,我又有壓力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十居其九都有壓力 有經濟壓力,工作壓力,家裡有問題,感情也有問題 如果不妥善處理的話,很容易屈到病 究竟情治怎樣影響我們的身體,怎樣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呢? 今天我們請來註冊中醫師徐澤昌跟我們講一下情治的問題 Hello,Ry你好 是,Mandy 究竟情緒怎樣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呢?那個病理是什麼呢? 其實中醫認為人有七種情緒,即是七種情治 認為喜怒,休斯,悲鴻敬 我們這七種情治其實在正常範圍裡面 人是可以承受到的,只要他的量不要太大 不要突然之間很大的打擊 還有另一方面,也持續時間不要太長 其實人可以自己消化到 但是當我們人,我們是突然間突然來一個情緒打擊 又或者時間很長,持續性的去刺激一個人的話 就會形成這個疾病的發生 是的,起腦,休斯,悲鴻經 其實都會跟我們的內臟有關係 譬如說我們心,我們就認為他們的情緒就是起 肝的情緒就是老 皮在致就是為思慮 如果我們的肺就是憂悲 如果是腎就是驚恐這幾方面 其實剛才你說了有七種情 那這七種情分別會有什麼病徵 讓那個人可以知道原來我開始 那個積累到的情緒去到某個位置 開始有點不妥了 其實我們認為如果一個人是過分開心,即是喜 就會認為他會有氣緩的情況出現 即是喜則氣緩 那喜則氣緩就會令到一個人精神會散緩 我這陣子,我整個星期都很散 很散,可能放假放得多了 那一個人的精神就會集中不了 可能就坐不定 這個情況其實除了特別容易 其實是在小朋友上出現的 因為小朋友通常你跟他玩 玩完之後你叫他坐定看書看不到的 成年人都會出現的 就是這些Holiday mood那些 玩到心裡闖了 是的,沒錯 就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第一個情緒去起 第二個情緒叫做露 那露就會氣喪 露則氣喪 那露則氣喪 通常你見人們吵架 發生氣的時候 都會臉紅目尺 是嗎? 那譬如說可能古代關公那樣 那其實我長期都懷疑他有些血壓高的 哈哈哈哈 分別那麼紅 是的,分別那麼紅 那其實當我們露則氣喪的時候 那人的氣血是要往上衝的 那甚至乎我們大腦的時候 是會吐血的 是的,所以有時候你見有些人 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他會生氣到吐血 哎呀,是的 對,吐血 以前爸爸媽媽說 你那麼頑皮,氣到我吐血 是的,沒錯 這個就是氣到吐血的典型例子 哈哈 所以呢,我們其實就 這個是有根據 就是從中醫理論來說 我們就說了氣、老 然後就到憂 那憂就是氣聚 氣聚意思就是說 那些氣就會停聚 停滯了在這裡 那形成一些乾氣屈結 那通常呢 乾屈的情況 那些人就會特別憂愁 不開心的 認識氣的聚 那C呢 就會氣結 其實也跟醉的情況差不多 嗯 那這個呢 其實就跟我們的脾胃 功能有關係 當我們想一想多的時候 我們的消化系統就會比較差一些 就會形成一個氣結的情況 嗯 就是你掛著一個人 就搞到 食物也吃不下 就好像以前那些 皇宮裡面的那些妃子 被人打進冷宮 看到皇上 那茶飯不思什麼都吃不下的 就是那種情況 是的,他們會瘦了 是的,這個就是思慮過度 又或者可能有時候 那些人讀書壓力太大的時候 用腦過多 也都會令到他們沒有胃口吃東西 那這個我們中醫來講 其實有些放劑 很有名的龜皮湯 那這個呢 就是幫我們補皮液氣 補皮氣 和去補血 幫我們解決這個思慮的問題 那到另一個程子呢 就叫做悲 那悲呢 我們認為呢 就跟肺有關係 那它會令到我們氣燒的 那悲就是悲哀 不開心的意思 那說回剛才 打冷宮的例子 除了思慮多吃不下飯之外 那也都會是不開心 那所以通常呢 你見那些人做戲呢 那通常行雷閃電之後呢 一不開心就會咳血 那是因為呢 悲哀的時候呢 那個肺氣 它肺氣燒了 就已經消失了 那樣 悲哀氣音樂的 那現在 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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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嘮 大家這麼開心都不太合適 是啊 我不是很合適 是啊 那我們其實就是 當它不開心肺氣虛弱的時候呢 就會容易這些外邪的侵犯 容易造成一些感染 就會吸血 可能古代就有些肺路肺炎的情況 那如果那個驚恐 而講這兩種呢 就是跟我們的腎臟的關係 我們認為驚恐 就會令到氣下 氣下的情況呢 就會令到男性遺症 可能野脈遺療 所以那些人害怕到賴療 其實都是有意思的 就是嚇一嚇 害怕到賴療 什麼都賴出來 這個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孔就會氣亂 Sorry 驚是會氣亂 驚則氣亂就是說那些氣是會 脫身體就會亂了 也會聽到可能嚇死人 嚇死人就是氣亂的情況 這個比較嚴重的例子 這句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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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